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知道 习近平同志多次引用过苏氏朝错论中的一段名文 天下之患 罪不可为者 名为置凭无事 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做官其辩 而不为之所 则恐至于不可救 起而强为之 则天下六语置凭之安 而不无戏 这段话其实是说 天下的祸患 最不好办的就是表面上太平无事 但实际上却有无法预料的隐患 对于这些隐患 如果做官其辩 而不采取措施 那么祸患便会蔓延至无可救药 但是 起而强为之 实际不当 手段不当 则也不能令民众信服 可见 治国理政需要高超的智慧 在当代中国 拥有这种高超智慧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 人们经常说 火车跑得快 全凭车头戴 中国共产党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之欲 这列火车的火车头 那么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为火车头呢 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 学习本章的内容吧 我们先来看 第一节 党当领导是社会对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党章开宗名义规定如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众所周知 政党是有阶级性的 任何政党都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 都有自己类似存在和发展的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 就是中国共产阶级的政党 始终坚持共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阶级的先锋队呢 这其中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共产阶级为其阶级基础 是马克思练级主义与中国共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共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建造的根本条件 中国共产阶级是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 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 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 具有大公公司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 彻底性等优秀品格 党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阶级的特点和优秀品质 第二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共产阶级的 有共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公产阶级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阶级出身的人不能入党 更不能说吸收这些人当中符合入党条件的人 加入党组织就会改变党的公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因为其他阶级的人只有成为工人阶级先锋战士才能入党 判断一个政党是什么性质的党 主要看它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 也是代表最寡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第三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斯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和行动起来的 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党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 坚持用马克斯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 不仅要求党员在组织上入党 而且要求党员首先在思想上入党 直到他们为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而奋斗 党及其领导的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与党始终注意巩固队的阶级基础、始终保持共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阶级的先锋队 为什么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呢 这是因为 第一 中国共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只有共产阶级才能代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 第二 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内在要求 第三 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必然选择 两个先锋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一方面 始终成为中国共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党真正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政治前提 党只有成为中国共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觉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 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 才能真正拥有当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所必须的科学指南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 另一方面 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党真正成为中国共产阶级先锋队的必然要求 党只有始终坚持代表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利益要求 才能使公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得以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 党在公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同时 也要注意吸收其他阶层中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 坚持党是中国共产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就能不断增强党的机器技术 扩大党的群众技术 提高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 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党的庄严使命 它们是长远并且有一个各种发展的整体 我想开个小饭馆儿 我想养老亲能不能再多一点 我想娶个漂亮媳妇 我想天更蓝水更清 我想大家都不打仗 Our people's dreams are our goals The 80 million CPC members together with the entire population are working for everyone's dream For every dreamer to have a stage And for every dream seeker on the stage To have an opportunity for success To have the joy of a dream come true Every splendor on the stage contributes to the Chinese strength of 1.3 billion That makes one miracle after another And embraces one challenge after another On the road chasing our dreams We walk side by side Sharing wheel and wheel Transcending differences And shaping the future togeth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with you along the way 说完了党的性质 我们再来看党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决定了党的宗旨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 是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 最高标准 党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 放在第一位 始终与人民心联心 同呼吸共命运 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协进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维护士官的根本要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只有为人民服务 党才有存在的意义 只有依靠人民群众 党才会有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 就把为人民服务 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 把代表公共产阶级 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 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是中国共产党 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 显置标志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 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 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新时期党领导建设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为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 自己利益 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 当然啊 我们也要正确理解 为人民服务 不能将其理解为人民被服务 为人民服务 首先要允许人民自己为自己服务 其次要创造条件 让人民为自己服务 最后要在人民利所不能及的情况下 积极主动的帮助人民 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 我们的处理党权关系的一条原则 党权关系是当代中国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 妥善处理党权关系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问题 摩泽东曾经指出 如果党权关系搞不好 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 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关于党权关系 在经典作家和革命领袖那里有着诸多经典性的比喻 例如将党权关系比作 种子与土地 学生与先生 安太与大地 或儿子与母亲 鱼与水 游泳者与水等 比作血肉联系 水与园的关系 木与本的关系 公仆与主人的关系等 这些比喻都与共产党的宗旨密切相关 以上都是正面的比喻 此外呢 还有一些反面的比喻 例如将党权关系 干权关系 比喻为游水关系 表示前后两者格格不入 比喻为水火关系 表示前后两者水火不容 比喻为父子关系 表示前者对后者居高临下 遗旨气势 比喻为君臣关系 表示后者必须臣服于前者 比喻为猫鼠关系 表示后者惧怕赠物前者 比喻为草水关系 表示干部制草对群众之水 只有汲取而没有给予 比喻为挖水关系 所谓这个挖水关系 是指有些领导干部 把自己当成青蛙 当需要群众之水时 就跳到水中去 满足了自己的利益需求后 又跳上岸 表示前者对后者 采取唯我所用的 机会主义态度等 这些负面现象 都与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背道而驰 必须大力杜绝 1958年 毛泽东在读萨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 谈话之中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 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 例如等级森严 居高临下 脱离群众 不以平等待人 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 而是靠资格 靠权力 干群之间 上下级之间的 猫属关系和父子关系 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 彻底破除 破了又会生 生了又要破 1961年1月31日 中共中央批准 会被省委 关于缅阳县通海口公社 整风整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时 指出 在这些地方 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就像群众比喻的 是一种猫属关系 群众看见干部来了 老远就拐弯走 1980年8月18日 邓远平在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这篇重要讲话中也讲到 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搞成毛泽东同志 多次批评过的猫属关系 搞成旧社会那种 君臣父子关系 或帮派关系 这些反面比喻 揭示了党群关系 干群关系中存在着的严重问题 必须引以为戒 为了贯涉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们应该想法设法是 上述正面比喻 从应然状态 转化为实然状态 同时应该想法设法 防止上述反面比喻 从政治隐喻 转变为政治现实